如果从台湾来,他坐飞机,他的道具从台湾来,那成本要多高?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高贾? 从大陆那边过来,一张船票就700多块,一张一张而已,一张一张单单 那700多,跟飞机票2000多 而且他们运这些东西过来,会比较快,会比较成本的压顶 所以我们如果有的老类来,热闹台湾说的,都会从大陆聘请这个 牛? 马! 马! 那个将军有没有,他要,这个陈皇爷啊,他要巡视啊,有没有坐马车? 有有有 所以马会啃牧场,记得有些人还尊寻古法,还是要给这个马 我们这台湾,也不能忽略 那个,怎么车站不管 他就是两个简单的条件,第一个就是20公斤以下 因为他怕太重了,所以他有那个重量的限制,再来就是怎样 大概就是怎样,家长、父母、阿公、阿嬤一方要陪同 不是这孩子想要参加,他就会参加,你还要有家长、父母要陪同 像这孩子去爱睡,想睡了,有些做到都有累了,对不对 所以你记得,像这个都很累 所以要家属要陪同 那陈皇爷是千人相散,我们金门,我不知道台湾的陈皇庙走进去 上面有一个算盘,我们金门的陈皇庙一走进去,上面就有一个算盘 他为什么要这个,怎么含义 其实你这一生的功过,老天已经把你拼好,上盘打好了 所以就算你,我自己这样解读的 不管你就是要劝人向善 不管人家有没有看到你做好事,不能做坏事 因为你在怎么,老天会知道你做什么事